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7月14日 肖战工作室通报了最新的告黑进展 从工作室的最新通报来看 自上次公布告黑消息以来 工作室又增加了17份起诉名单 虽然不知道起诉的具体原因 但大概也是在造谣 引起对立情绪等违法范围内 对于工作室如此强硬的态度 几乎所有肖战粉丝都表示赞同拍手称快 其实对于粉丝来说 早就希望肖战能一直搞黑到底 除工作室对肖战的保护外 其实粉丝们也是在尽力保护肖战 对于网上出现的铺天盖地的关于肖战的负面不是言论 粉丝们一直在默默地为他们取证 最后把所有的证据都会总到肖战工作室 由肖战工作室对这些黑粉们进行警告或起诉 而且据了解肖战粉丝私下默默地帮他取证的情况 很久以前就已经进行了 工作室的大部分资料和证据也来自于粉丝们的功劳 在这短短的两年里 肖战的确已经站在了娱乐圈的最前沿 所谓树大招风 也许也正是因为肖战的流量之大 在不经意间触及了别人的一些利益 所以肖战才会被外界舆论和黑粉们如此针对 但这又怎能怪肖战本人呢 肖战的流量不是由他个人决定的 而是目前市场的必然趋势 其他艺人想要的是 如何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来超越肖战 而不是用一些艺的竞争手段来诋毁别人 最终达到超越的目的 前几天 肖战工作室上传了一张诉讼书的图片 显示了16行肖战和北京威梦创科网络科技公司 这句话不难理解 首先肖战无论名师还是行事 都要通过微博获取对方的全部信息 但是直接索要是不可能的 只能通过法院的方式获取 等到微博给肖战相关信息 那么肖战就可以进一步维权了 此外 有眼尖的网友发现 第一行显示肖战与李某某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 由此可以猜出肖战又发盲盒了 只是不知道将要收到盲盒的是哪个执黑 虽然我们不知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执黑肯定早就收到了 估计此时正在向其他没有收到盲盒的执黑学习 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当时的口嗨 看肖战方的诉讼书 网友们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支持 有权正面的都用起来 门生做大蛇这是 期待下一个 最好不要放过 这个事实诞家不发函直接告诉 的确肖战从被黑到现在 从来没有卖惨 更没有黑粉所谓的虐粉 还记得当初肖战被造谣漏 S某家造谣澄清 主动给肖战泼脏水 最后肖战发表律师声明起诉造谣者 谁曾想黑粉却称对方为肖战粉丝 最后才发现两人是王姓一人粉丝 两人是直黑 也许这些造谣者以为只是一个简单的律师声明 可他们忘了肖战有多刚 在律师含发出后便开始收集证据提起民事诉讼 现在看来确实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总之自227风波以来 肖战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方面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 也许工作室公布的这些告黑进展并不能让肖战的一些黑粉就此止步 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告黑进展能代表肖战的决心 同时也能给粉丝一个鲜明的态度 相信在未来肖战工作室与粉丝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 粉丝们在告黑的道路上也会做出很大的努力 这一切肖战都会看在眼里 正义总有一天会到来 粉丝们只需耐心等待 肖战Ring Green Green合唱话题阅读量破800亿 原唱爱了神仙联动 日前肖战在某短视频平台发起歌曲Ring Green Green的合唱挑战 截止发稿该视频话题 以接近千万的热度稳作榜单第一 众多网红粉丝纷纷拍视频合唱 Ring Green Green的原唱说成员成家话 Ella更是在评论区留言道 最近电话Ring不停 是谁在狂call我 几小时后肖战回复是我是我是我 此是为原唱的评论而激动 两人的评论互动歌收获26W点赞 堪称是神仙联动 虽然曾沉寂一段时间 也曾暂时告别迎评 是金子最终人事会发光 下面就说一下赤玲对该话题的几点看法 首先赤玲觉得金子已经发光 即便换个舞台 他仍是那颗闪亮的心 关注过肖战的网友以及粉丝等 应该都知道肖战曾因某些原因赞变迎评 之后更是很少上东亿 就连社交平台也暂时停更 随后出演话剧如梦之梦 仍是一票难求 每次有新的信息爆出时 仍是能迅速登上热搜 如今在短视频平台发起合唱 不到一天的时间便登上热搜榜的榜首 话题阅读量更是破800亿 第二 Ring Green Green的原唱 陈佳化艾勒的神仙联动 更是引发网友热议 相对于肖战 艾勒可以说是他在娱乐圈中的前辈 以幽默评论的方式来证明对肖战的肯定 当然赤玲觉得这里的肯定 并不特定只对肖战唱功的肯定 而是对肖战人品的肯定 试想一下 若是你讨厌某个人 当他翻唱你歌曲时 你是否会去互动 搞不好还会发文贤气 此外 恐怕Ring Ring Ring的原唱 也没想到之前就很红的歌曲 会在15年之后再次走红 第三 视频中的肖战身穿白色外套内搭白T恤 给人的感觉非常干净清秀 演唱的时候 肖战并没有用声卡之类的进行修音 但仍是有众多网友合拍 网上有评论肖战转音时唱功技巧运用的很棒 亦有评论跑调的 因赤玲不是音乐专业 对于唱歌技巧不做过多评价 但说这首歌 赤玲之前就听过 跟唱即便仍不能完全学会 演唱真的有一定难度 作为非音乐专业感觉肖战唱得还不错 第四 这次肖战的合拍视频 并不像是有刻意的安排 视频中没有夺目的灯光 也没有华丽的服装 甚至发型还有些凌乱 录制的视频更像是在自拍 也难怪有网友会吐槽时对脸拍 利用一月余时间进行拍摄 便能迅速登上热搜 足以证明网友对肖战的喜爱 最后肖战目前还在拍摄新剧《玉骨遥》 而他的两部作品《余生请多指教》 和《王牌部队》网传会在今年播出 他主演的《狼殿下》 将会走向海外在日本播出 看来肖战是要彻底重归迎平 愿他之后的路能够多一些坦途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